他是朝鲜战场上帝敌165名的战斗英雄 胜利归来之后却没有受到乡亲们的敬佩 在无数的冷眼和排挤之后 竟然还被判处了死刑 这是怎么回事 战斗英雄为何会到如此境地 这名英勇的战士叫做金针镖 在战场上的三年时间 他跟随部队浴血拼杀和同期的战友 在阵地阻击敌人 义无反顾地冲向山头连拔17个碉堡 面对潮水般的敌人 和倾斜而下的炮弹 金针镖血战至身负重伤 在战友发现他之后才捡回一条命 战后统计 金针镖一共干掉了165人 在当时数他杀敌最多 并且荣获一等功臣 和二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胜利回国之后 金针镖受到了百姓的热情对待 他在部队也成为了连长 英勇战斗的事迹也被刊登在书上 但是让金针镖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人生被一封信彻底打了 这封信是金针镖老家的一名 姓赵的老秀才写来的 内容说他曾是土匪且犯下种种罪行 早年的时候 金针镖确实因生活而被迫落草 当年有些土匪的恶劣行径 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即使这些土匪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 大多数都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但是还是没法洗刷那段不光彩的过去 金针镖也因此被批斗 之后被开除了党籍 撤销了他连长的职务 并且把他送去农场改造劳动 一夜之间 战斗英雄变成了罪人 1962年8月的时候 金针镖由于部队精简回到家乡 但他实在受不了乡亲们的看待 于是逃进深山 独自生活了几年的时间 少有的几次下山还不幸被发现 直接被拉上村口开始批斗 1966年之后 金针镖还被判处了死刑 而那位赵秀才 竟然也在宣判的众人之中 在即将行刑的时候 上级领导火速救援 才让金针镖留下了条性命 1970年底 金针镖的苦难人生才慢慢结束 他恢复了伤残军人的身份 但是户口和党籍依旧没有落实 1980年的时候 金针镖去往了北京的博物馆 当他看到展柜中的那挺机枪时 他告诉身边的人 这挺机枪就是自己的 金针镖站在这个老伙伴面前 突然就坐在地上失声痛哭 到了现在 不知道他的身份有没有被恢复 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被冷眼相待 虽然有着不光彩的过去 但是他后来知错能改 并且在战场上已经证明了他的态度 请给英雄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也不是所有的土匪都是血诚信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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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